武松居然抢抢孙二娘当妻子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和张青眼的戏 为的就是让他能放下执念 武松见二人有情有义 便和他们拜把子以兄弟相称 张青二人劝武松不要去受牢狱生活 可武松很执拗 表示做错了事就要敢于承担 二人也便不再说什么 几日后武松来到了孟州劳营 按照惯例没有送礼的都要吃沙威棒 武松也不例外 面对沙威棒的他却丝毫不畏惧 要打便打 我要是躲一下 之前打过的都不算 重新再打 还是武松够硬气 可正要挨打之时 被一旁的男子喊提 他便是金眼镖施恩 是府差的儿子 他看中武松的气魄 便要求父亲先记下他的沙威棒 随后把武松押回牢里 武松正在纳闷着 可接二连三的好酒好肉端来 旁边的囚犯提醒他让他小心些 武松顾不上这么多 大口地吃着 更离谱的是 还有人给他洗脚按摩 直接把凌冲都看呆 一番服饰后 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单独房间 每天就是好酒好肉伺候 原来这都是施恩的安排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养好身体 武松为了弄清楚情况 便询问小兵 在得知是施恩后 便要求见他 马上把他请来 见我 要不然 这些酒食 我什么都不知 小兵还在推辞 见到武松拿出拳头才前去汇报 见到武松的施恩 并没有说出实情 而是继续让他休养生息 武松认为无功不受禄 决定证明身体已经恢复 轻松扛起外面五百斤重的大石头 施恩见状也就说出了请求 原来在不久之前 自己经营的快活灵 被一恶霸所抢夺 恶霸名叫蒋门神 因他武艺高强 自己不仅挨了打 还丢了快活灵 武松听闻答应帮施恩夺回快活灵 说完便准备动身前往的武松 却被施恩父亲拦下 请到大堂用餐 施恩怕醉酒后的武松 不是那蒋门神的对手 便让他保持清醒前往 嗜酒如命的武松自然不答应 之前锦阳刚打虎便是喝了十八碗 才有了十八分力气打死那老虎 施恩一听 便给他安排了一路的酒家 武松也喝得很是痛快 不久便来到了快活灵 武松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找了张桌子坐下 让殿小二上酒 见武松不好惹 并没有直接驱赶 武松便不停地挑衅着 还让蒋门神的小妾前来陪酒 气得小妾直骂娘 武松便一把抓起他丢进酒缸里 这时蒋门神坐不住了 对着武松发起进攻 都被武松躲闪了过去 会是谁更胜一筹呢